一只铜铃 一个赶尸匠 因人介路 扬人回避 就能让一群尸体 落叶归根 这正是著名的 湘西赶尸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 湘西赶尸 早些年 如果你在湘西某个神秘的小村庄里边 投诉的话 就极有可能看到死尸走路 当天亮之前 小客栈摇摇晃晃的走来了一型尸体 尸体呢 都是披着宽大的黑色的尸布 这些个被披着黑色尸布的尸体前面 有一个守直铜锣的活人 这个活人 在当地叫做赶尸匠 其实说赶尸匠呢 不如说是领尸匠 因为他是一边敲打着手中的小阴罗 一边领着这群尸体 往前走 他不打灯笼 手里边提着一个射魂灵 让夜行的人避开 知道呢 有狗的人家 就把狗关起来 如果这尸体 若是两个以上 赶尸匠就用草绳将尸体一个一个的穿起来 每隔上七八尺远一个 黑夜里边行走的时候 那尸体头上戴着一个高筒的毡帽 额上压着几张梳着纸的黄符 路上有死尸客栈 这种神秘莫测的死尸客栈 止住死人和赶尸匠 一般人是不住的 他的大门一年到头都开着 因为两扇大门的门板后边 是尸体停歇的地方 这赶尸匠赶着尸体 天亮之前就要达到死尸店 夜里呢 又悄然离去 尸体都在门板的后面 整齐的以墙而立 遇上大雨天不好走呢 就在这店里边停上个几天几夜 湘西民间 自古就有赶尸这一盒行业 学这门行业的 必须要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胆子大 第二个是身体好 而且呢 必须要拜师 这赶尸匠也从来不乱收徒弟 学徒由家长先立自举 接着赶尸匠就需要面试 一般来讲 年满十六周岁 身高一米七以上 同时还有一个十分特殊的条件 就是相貌 要长得丑一点 赶尸匠先让应试者望着当空的太阳 然后旋转 接着停下来 要你马上的分辨东南西北 倘若是分不出来 则不能路由 因为你此时不分东南西北 也就说明你印完赶尸的时候 分不清方向 不能够赶尸 接着赶尸匠要你找东西 挑担子 因为尸体毕竟不是活人 在狱上脚抖的高坡 尸体爬不上去 赶尸匠就得一个一个的往那高坡上边 背或者是扛 最后呢 还有一项面试 这就是赶尸匠将将一片铜叶 放到的深山的坟头上 还一叶里边让你一个人去取回来 只有这样才能说明 你有胜任赶尸匠的胆量 这三观要是都通过了 你便能够取得当赶尸匠学徒的可能性 赶尸匠的家里呢 其实跟一般的农民一样 照样是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只有接到赶尸任务的时候 他们才将自己的装束一番 然后前去赶尸 他们虽然说赶尸 但是忌讳赶尸这个词 因此呢 这内行人请他们去赶尸 都要说 师父 请您去走脚 或者是 师父 请您去走一回脚 这赶尸匠如果答应呢 他就拿出一张特制的黄纸 让你将死人的名字 出生年月 去世年月 性别等等 写到这张黄纸之上 然后画一张符 贴到这张黄纸上 最后再将这张黄纸 藏到自己的身上 赶尸匠的穿着呢 也是十分的特别 不管什么天气 都要穿着一双草鞋 身上穿一身青布的长衫 腰间系一个黑色的腰带 头顶上一顶青云帽 腰包里边 藏着一包的符 这师父教徒弟 第一件事就是画符 这种十分奇特的符 是在黄纸上 用猪笔画上去 又像是洗字 又像是画东西 途中遇到意外的情况 就将这种奇特的符 朝西挂在树上 或者是门上 有的时候 也浇成灰 祸水 浮去 同时这徒弟 必须要会三十六种弓 才能够去赶尸 这第一弓 那就是死尸站立弓 也就是首先要让死尸 能够站立起来 第二件弓呢 就是行走弓 也就是让尸体 能够自由的行走 第三件弓呢 是转弯弓 也就是让尸体 走路的时候 能够转弯 另外 还有下坡弓 过桥弓 崖狗弓等等 这崖狗弓 可使沿途的狗 看不见尸体 而且不叫 因为在死尸 怕狗叫 这狗一叫呢 死尸就会惊到 特别是狗来咬的时候 这死尸没有反抗能力 死尸会被咬得 匹无完肤 当然 最后一种弓 叫做 还魂弓 这还魂弓 越好 死尸的还魂能力 就越多 赶尸将 赶起来呢 也就特别的轻松 自由 这种还魂弓 实际上 是一种 湘西特展的草药 撒在这尸体上 值得一提的是呢 这种奇特的行业 只有在湘西 西南部 才能够行得通 因为 第一 只有湘西 有死尸可电 第二 只有湘西的群众 闻见死尸 赶尸将的小音罗 才知道回避 第三呢 湘西村外有路 而其他的省路 一般都是穿村而过 他们当然不会准着死人 入村了呀 第四 湘西人 闻见阴罗声 就会主动的将家中的狗 关起来 否则这狗一出来 就会将死尸给咬烂了 因而这种 十分奇特的感尸行业 只有湘西才有 这就是所谓的 湘西感尸 其实的湘西感尸 就是为了让 客死他乡的人 落叶归根的 一种办法而已 并不像我们 所在故事里 看到的那样 真的是 有人赶着尸体 在前行